好 留學那一段感情 本來是帶著很大的憧憬 但交往之後 你覺得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對 雖然說我到現在很相信愛情 可是其實在我比較年輕的時候 二十出頭歲的時候 我的愛情觀是 情侶本來就是應該要天天見面的 沒事就是要溺在一起 這就是談戀愛 就是兩個人相處在一起的時候 你才會感覺到就是 不管是愛情也好 甜蜜的感覺 激情也好 我覺得那才是 兩個人有辦法營造出來的 那我那時候就是比較年輕 二十出頭歲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男生追我 他真的就是 每天都來我家樓下 他不管我有沒有事情 等一下要幹嘛 要忙什麼 他就打電話跟我說 二十分鐘後到你家樓下 那我問他說要去哪裡 他說你下來就知道了 霸道中拐 對 霸道 很霸道那感覺 女生就很吃這一套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對這男生 當然也有一點點好感 那他就說他來找我 我就每一天我就是時間到了 他打電話給我 我就下樓 那可能就帶我去看電影 帶我去釣蝦 反正就是 釣蝦 對 就是每一天就是 他會想一些新的地方帶我去 甚至就是只是開車上山 看夜景 或者是兩個人在公園聊聊天 我就覺得就是很甜蜜這樣子 所以後來沒多久就他追我 那我也覺得就是 好 那我們兩個就在一起了 結果我們大概在一起到 第二天吧 他就開始沒有每天來找我 沒耐心 他沒來找我他就跟我說 因為他最近工作開始要忙了 前陣子比較清閒 那這陣子開始忙了 他說他沒有辦法天天來找我 那我就心裡有一點小失落 可是我告訴自己說沒關係啊 他不能來找我 我可以去找他嘛對不對 因為那個時候我可能 學校還有就是工作上面 沒有那麼忙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沒關係 他大概 因為他的工作是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室 是我可以自由進出的地方 那我就變成說 只要我沒事的時候 比如說到 抓一個他差不多要下班的時間 我就跟他說 那我去辦公室找你 工作室找你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去吃晚餐 等你下班這樣子 那我幾乎就是每天 沒事到那個時間 我就會打電話給他 那可能第一天他就說 好啊 那你來啊 你來等我 那我可能就等到他下班以後 我們一起去吃飯 第二天又打電話給他 跟他說 等一下你下班我們一起去吃飯好不好 他說 蛤 要吃飯是不是 我就說 對啊 他就說 好 那你來吧 我到第三天打電話給他 他就說 還又吃飯啊 我們不是已經連續見了兩天了嗎 我就發現說 他這個男生 一開始追我的時候是天天見 後來追到在一起的時候 他覺得天天 第三天 我有發現他的週期 就是連見兩天 第三天他就覺得很厭煩 即便是我去找他了 他都會擺出一副不耐煩的臉 最好是做惡修醫啦 他的意思是這樣 對 就感覺有一點就是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你追我的時候不是這個樣子 你說的時候你是天天來找我 那我們才剛在一起 因為在一起你就覺得說 前三個月至少半年 都是熱戀的時間啊 沒有 第二天開始一切都變了 有一次他也是加班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我現在肚子很餓 我去公司等你 那等到你下班了以後 我們一起去吃什麼什麼 餐廳好不好 他就說好啊 你來 然後我就等到到了公司 而且你知道在他的工作室內 我也都沒有吵他 因為他在加班嘛 我就在旁邊滑手機 自拍 我都沒有什麼 大概等了兩個多小時 他就說好 我工作完了 我們可以走了 我就說好 那我們要去吃那什麼什麼了嗎 他說可是我不餓 我就說那你可以陪我吃嗎 我就覺得這天啊 我自己好卑文 還用那你可以陪我吃嗎 他跟我說 可是我約了朋友要打牌 然後我就想說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他這個話語就代表 你就包一包跟他去打牌吃啊 他也沒有邀請我去打牌 所以我也不敢說 打牌也不用邀請吧 請問你要跟我一起去打牌嗎 就是我不敢自己說 我想要跟嘛 因為我都已經 人都已經來了 如果他覺得他去打牌 他願意帶我 他就是說 我們買東西去 然後我們去打牌好不好 那他不是用這種方式啊 所以你就曉得說 他沒有把你算在這個行程裡面 那我當下就坐上他的車的時候 他就說 所以咧 你要吃什麼 我就說 那你沒有要陪我吃 那你在前面的十字入口放我下 就在忠孝敦畫那個大十字入口 聖誠麵包 對 對面 我就說那你放我下車好了 我想說男生 我都講這種話 男生應該會就是 還是陪你這樣 對 他就會說 好 打了方向燈 停了 他說那你等一下自己要吃飯喔 他說聽完 這個男生就這樣 幫我對他大街上 你知道我這次下車的時候 我秒哭大崩 我在東區走路的時候 邊走邊哭 所有的路人都在看我 因為那時候又不用戴口罩 我也擋不住 就是也不管 我就邊走邊哭 然後跑去找就是朋友 住在附近的朋友 我就傳訊息跟他說就是 我就是想要見你而已 就是想要跟你吃個飯而已 為什麼我是在 你工作還有朋友 還有家人的順位之後 我不懂 但是他就跟我說 他覺得我那陣子的 負面情緒很重 因為可能那時候我的工作 大學快畢業了 或是還 就是在畢業跟工作交界 那段期間 其實我的人生是很徬徨的 所以我常會發一些 就是可能 厭世的文章 那他就不是很喜歡這樣子的我 他會覺得說 我這樣子跟你在一起 我覺得我一直接收到 你的負能量 我也很不舒服 所以我不想要接觸到你這一面 可是我就會對我來講說 我覺得兩個人在一起 不是就是要互相互持 互相體諒 不是應該這個樣子的嗎 那他話都講到這邊了 你後來有跟他提分手 有 大概在我們在一起一年多的時候 我真的受不了 還忍了一年多 那時候其實是我提的 因為我受不了我的那種熱臉 去貼他的冷屁股 我覺得我在這個感情裡面 我很卑微 那可是你知道一個禮拜啊 就是冷靜了一個禮拜以後 我發現說 我不能這樣跟他分手 我後悔了 我真的很後悔 可是你知道那個禮拜說 你開始跟蹤他嗎 我沒有跟蹤他 我沒有看到這種開小窗戶嗎 但是我就是 那個禮拜 我就是有調整自己的情緒 因為我有發現說 也許真的是我太閒了 因為我太閒了 所以我會一直關心我的男朋友 現在在幹嘛 現在在哪裡 跟誰在一起 等一下要不要見面 所以我就一直在調整我的情緒 因為我知道說很多事情是 不是能要求別人改變 你只能要求自己 所以我在要求自己做改變 結果你知道我們和好沒多久 他就出差一個多月 你知道他出差的時候 有當中有三天 整整三天 他都沒有傳任何訊息給我 也沒有打任何電話給我 然後我也告訴自己說 我不能打電話吵他 我不能傳訊息給他 他如果沒找我 我就不能找他 我就告訴自己說 我不能永遠都是 追著他跑的那一個 那即便這當中過程 我覺得我自己痛苦到受不了 你知道嗎 有的時候想傳了 打完字 把它刪掉 不能傳 假裝自己已經傳了 好壓抑喔 我覺得我那陣子過得好壓抑 好壓抑 可是你知道就是 那三天 就是他那三天 他都沒有聯繫我那三天 其實我覺得 我也那三天我有做成長 就是我有告訴自己說 就是我要懂得 去安排我自己的生活 即便今天有他在一起 或是沒有他在一起 我都要去找一件事情 我的工作 我的興趣也好 我要安排我的生活 而不是時時刻刻拿著手機看 男朋友有沒有找你 所以我覺得我那三天 也成長了很多 可是你知道這樣子的成長 我覺得我就是 可能成長的幅度有點太大 因為我們其實總共在一起 四年多 後來還四年多 我們後來 我還撐了又三年喔 那三年的時候 後面那三年我基本上就是 告訴自己說 我不要煩男朋友 我要找自己的事情做 雖然內心有的時候還是會 他一直都是對你這樣子冷冷的 對 他就是這樣 對我冷冷的 但是日子好難熬 對 很難熬 可是如果兩三天沒見囉 他不然找我的那一天 他又變得很熱情 就是很奇怪 他就是不能天天見面 我有發現 那我後來就是 調整好我自己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調整得太好了 在最後一年 就是大概第四年 我們知道第四年的時候 我們兩個人的生活是 他即便來找我住在我家 他打他的電動 我看我們電視 我們都沒有講話 因為我發現 又有女生的情緒有時候 比如說像我工作上 遇到一些問題 或者是女生的友誼之間 很多摩擦 我都會想要跟男朋友分享 我只要一跟他分享 他就會說 你跟我抱怨這些有用嗎 我的工作也會遇到這些事啊 難道我就不做了嗎 那你們女生那些 那些妹妹咖咖那麼無聊 不要每次都跟我聊 那麼就是無聊的事情好不好 那你知道我就是 每次想要跟他談戀愛的時候 我又被他潑冷水 然後又要忍受一個人的生活 所以後來我到第四年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我幹嘛要這樣過日子 我幹嘛要這樣過日子 就跟室友一樣 對 而且我覺得比室友還糟 那時候我身邊就有一個朋友 也是講了一句話 點醒我 他就跟我說 你剛剛在一起這樣四年了 你覺得你有辦法 這樣子的模式跟他過一輩子 然後嫁給他嗎 我那時候就 就是有種就是 用那個打醒我那種感覺 我就想說 我發現我沒有辦法 這樣過一輩子 我沒有辦法跟這個男人 過一輩子 那我為什麼現在 還要跟他在一起呢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不然就分手好了 結果後來我跟他說 我要分手以後 他從我說出要分手 到後來我們分乾淨的那段期間 他每一天都打電話 我說你要不要吃飯 我們一起吃晚餐 你又來 每天喔 每天都打來 因為我們那時候其實 後來我發現到這件事情 那我也跟他 篤定地告訴我 我不會和好 因為我知道說 即便我和好了 生活可能會回到 那個樣子過去 但我那時候就跟他說過 一句話 我說 我們在一起四年多 這四年多你問過我 你餓不餓 你吃晚餐了沒 我們一起去吃飯好不好 這樣子的一系列的話語 有沒有超過五次 都是我問你 都是我想要跟著你走 所以那時候後來 我就發現說就是 這段戀情 其實帶給我成長很多 就是像我現在 我現在是有男朋友的 那我男朋友就是 反而現在還是角色反過來 因為我現在開始很會安排 我自己的生活了 男生反而就喜歡這樣子的女生 我有發現到 就對於我的工作比較 行程比較滿 然後即便沒有工作 我都安排就是跟朋友 吃飯等等之類的 男朋友就會就說 那我去看你一下下好不好 比如說像我有時候早上 可能外景 我們可能工作彼此都很忙 沒辦法見面 他如果說那你可以提早 二十分鐘 像我外景可能在台北車站集合 他說你可以提早二十分鐘 到台北車站嗎 我說為什麼 他說 我想要就是看看你 他就是在他工作的空檔當中 跑去台北車站看看我 然後我就可以去出外景了 那他其實我覺得 就是對於這樣的男生 就是他很珍惜 跟我相處的每一個時間 我就... 而且你知道他就是 就是我們一起生活當中 比如說像我認識他的時候 沒多久他就是看我家 比如說水電有什麼問題 他會主動去幫我修理 那時候女生就會覺得說 男生會好多東西 就會很崇拜 然後甚至他看到我的那個 牆壁髒了 他會自己幫我粉刷我的牆壁 然後我就覺得說就是 這不是就是愛情 應該要有的樣子嗎 對 我跟下一句 為什麼這個男的心態 會轉折這麼大 很奇怪耶 人家對他好好就不珍惜 人家不理他才開心 我們可以去講說 大部分男生 或有一派男生是這樣 他追求到女生 他們是狩獵心態 狩獵心態 我追到你之後 我把你放著 你是我的東西 你是我的人 我就是把你放 當作戰利品一樣 放在家裡亮著 我已經擁有你了 我就不需要對你好 台湾男人很多被受傳統教育 這個熏陶像這樣 他不懂得怎麼樣 對另外一半好 那你男朋友很有可能 就是這樣的觀念 可是回過頭來講 可能你在跟他相處的過程裡面 或許你自己真的有一點 太過於渴望所謂的愛情 就是一定要互相依賴 對 我相信你自己 也有察覺到這一點 然後調整之後 才會碰到後面這個 比較好的那一方 像你剛剛講的那一段 你說你找他吃飯 你說他不找你你就找他 然後你就說 我們今天吃飯 第二天又吃飯 第三天又吃飯 那第三天他說 第三天又要吃飯 可是第三天他 聽起來那個行程是 他可能本來要加班 加完班之後 他本來已經約好要去打牌了 可是你說要來吃飯 他也不好意思說 你不要來吃飯 我要打牌了 那你就來吧 結果來了之後 他認為或許他本來以為 他可以在加班結束之前 之後可以跟你吃一段時間的飯 結果沒想到 也太忙了 對 有這個可能性 對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